英国杂志餐厅 主败世界50大最佳餐厅的颁奖典礼 前十大餐厅当中 唯一入榜的亚洲餐厅 是泰国的分子料理餐厅加纲 主厨的最新作品有25道迷你菜色 灵感来自街头小吃 到餐厅吃饭 菜单上却只有一连串图案 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点 这间超有个性的餐厅 是位于泰国曼谷的分子餐厅加纲 我们可以跟你的脑袋 我们可以供给你脑袋 我的思想是 我们用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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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厨家纲来自印度 他的餐厅走随性风 在这里不需要太多餐具 靠你的手就可以品尝各种美食 家纲的精湛厨艺和料理巧思 让顾客不管是味蕾 还是用餐体验都惊喜连连 第一道上桌的菜 就马上打破泰国人 不吃黑色食物的禁忌 这盘看起来像烧焦木炭 在撒上灰烬的菜 可是超费工的蔬菜炭 他做了植物的橄榄 所以我们做的是 我们把这些葡萄 葡萄 葡萄 鸡蛋 烧它 做植物的橄榄 接下来这颗从绿色土壤中 长出来的小盆栽 竟然是印度经典的咖喱菜色 吃完呛辣咖喱 当然要来点清淡料理 换换口味 油花均匀的柔软鲑鱼肚 配上一点点醋饭 就让顾客感受到 天上才有的美味 不过同样是寿司 这道菜似乎就得靠点勇气 才能吃下肚 海胆软软的口感 似乎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有人咬了一口含在嘴里 不知道该不该吞下去 不过幸好每道菜都只有一口大小 品尝完奇奇怪怪的菜色 终于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甜点 来自北部清卖的大草莓 配上微酸清香的结果木果冻 底层则是香脆的印度式塔皮 豪气的撒上金箔奢华又贵气 也替景喜大餐画下完美据点 TVB的新闻中文报道 纽约一间甜点店 里面贩售的手工饼干 蛋糕 又或者是香浓的牛奶 结合麦片等等 虽然都是普通常见的食材 却很受欢迎 一片片刚出炉的新鲜手工饼干 许多人喜欢在下午时光 吃一片满足口腹之欲 把面团缓缓倒入搅拌机 撒上一点巧克力碎片 坚果增加口感 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位女主厨 每天天才刚亮 她就已经开始揉面团 准备一天的材料 Cristina Tosi是这个力量 她放上她的颜色 她像超级英雄 身处甜点一级站区的纽约市区 这间名叫牛奶爸的甜点店 贩售的甜点相当特别 有时候你会看到玉米片 或是普通巧克力米当作食材 但是却拥有让人吃一口 就难忘的好味道 牛奶是一家煮食堡 希望上门的顾客可以吃到 有如妈妈亲手做出来的甜点 煮出了巧手赋予新的生命 因此出炉的不论是蛋糕 或是巧克力 饼干 小点心 总是相当受欢迎 最厉害的是 克里斯丁娜总可以让顾客 忘记吃甜点时满腹的罪恶感 反而一口结一口 这不是食物你能吃得太多 也能感到很好的 但克里斯丁娜的烹饭 有些东西的烹饭 有些东西的烹饭 我不能禁止吃 秉持着对甜食满满的热情 她做出来的甜点 每个都像是一本丰富的故事 也充满个人风格 克里斯丁娜是一般美国的烹饭 她不肯定是美国的烹饭 她不肯定是日本的烹饭 她是美国的烹饭 克里斯丁娜本身个性豪迈 她从不忌口 喜欢吃垃圾食物 认为吃甜点就是应该开心享受 人生苦短 享受甜点带来的愉悦 或许就是生活最简单美好的注解 TBN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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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